焦点主题是 指数函数及其图形 设A带0且A不等1 S是任意时数 则函数Y等于A的S次方 我们称为以A为底数的指数函数 这里的指数函数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底数A大于1 第二种是底数A介于0到1之间 当底数A大于1的时候 它的函数图形会是从左下方往右上方递增的一个曲线 而且会通过点01 如果它的底数是介于0到1之间的话 那么它的函数图形将会是从左上方往右下方递减的曲线 而它的曲线也会通过点01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函数的特性 不管底数A大于1还是底数A介于0和1之间的话 它的函数图形都会在S轴的上方 也就是A的S次方这样的一个数算出来的结果横为正数 另外它的函数图形横过某个固定的点 这个点是Y轴上的01 而且它会以S轴为渐进线 另外当指数A大于1的时候 指数函数是一个递增函数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S增加的时候 它的指数的值也会增加 而当底数A介于01之间的时候 那么它是一个递减函数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S增加的时候 你的指数的值反而变小了 老师讲解是 12A等于9的25次方 B等于27的15次方 C等于81的12次方 是比较ABC的大小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题目中的ABC 它们的底数都不相同 而它们底数分别是9 27、81 这几个数字刚好都是3的次方 所以我们想办法把ABC 转换成3的次方 其中A是9的25次方 底数9我们可以写成3的2次方 那么3的2次方 括号的25次方 也就是3的2乘以25次方 会等于3的50次方 而B等于27的15次方 这里的底数27呢 我们可以写成3的3次方 因此呢 3的3次方 括号的15次方 等于3的3乘以15次方 也就是3的45次方 而C等于81的12次方 这里的底数81呢 我们可以写成3的4次方 因此呢 3的4次方 括号的12次方呢 等于3的4乘以12次方 也就是3的48次方 现在ABC都换成3的次方了 而这些3的次方 它们的次方呢 大小关系呢 是45小于48小于50 而3的次方 它是一个必胀函数 所以呢 3的45次方 会小于3的48次方 会小于3的50次方 因此呢 ABC的大小关系会 B小于C小于A 1的3的5分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